网上看到的Win3玩战神3效果 你拿到手后玩战神3的效果 其实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主要是RPC3模拟器太复杂 很多玩家不会设置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GPDWin3玩战神3的详细方法 首先打开RPC3模拟器 第一步先安装系统固件 然后添加游戏文件夹 在模拟器列表界面可以看到游戏了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添加特效插件 打开Patch管理器 点击左下角的下载选项 会自动下载插件 下载完成之后 打开战神3游戏下的选项 选择你对应的游戏版本 比如我的是战神3中文版 BCS25003 版本号是1.03 将下面所有的选项全部打购 然后点击C保存 接下来的模拟器设置也很重要 右键打开菜单选择第三项自定义设置 主要是CPU和GPU选项下需要设置 视频里是已经设置好的 大家只需要抄抄作业就可以了 设置完成之后点击保存 然后设置一下手柄功能 点击SPAT选项 将输入设备改成Zinted 保存之后就可以愉快的游戏 记住启动游戏一定要右键 选择自定义设置启动 需要说明的是 TS3模拟器并不安美 第一次加载游戏需要缓 会出现画面撕裂情况 这属于正常现象 场景加载完成之后就正常了 另外Win3的功耗设置为25W 模拟器版本去官网下载最新的机构 感谢观看